第30题,右图为某原子的模型示意图,以粒子与和丙粒子在原子核内,其中以粒子带正电,下列有关于该原子的叙述,何者正确? 我们发现以丙在原子核,以带正电,所以以就是所谓的子子,子子带的是正电,而丙就是另外一个叫做中子,那我们讲的中子是不带电的,而外面的环绕的就是钾,钾就是所谓的电子, 而电子应该带的是负电,所以选项A说该原子的原子序为4是错的,原子序就是子子数,那就带正电的子子,图上面显示只有2,所以原子序是2而不是4,选项A是错的,选项B,该原子的质量数为6也是错的,质量数就是子子数加上中子数,我们看到图上显示我们的子子加中子是2加2,所以质量数是4而不是6,所以选项B是错的, 而选项C说甲粒子不带电,丙粒子带负电,我们看到甲粒子应该带的是负电,而丙粒子是不带电,所以选项C也是错的,选项株,一个以粒子的质量与一个丙粒子的质量非常接近是对的,就是以粒子是子子,丙粒子是中子,子子跟中子的质量非常接近,中子重了一点点而已,所以我们平常都把它当做直子的质量等于中子的质量,所以选项株是对的, 第三十题问我们说,下列有关甲粒子的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租,一个以粒子的质量与一个丙粒子的质量非常接近。